3月5号,中共与菲律宾在南海的冲突骤然升级,菲律宾指责中共指使海警船,与菲律宾补给船相撞,导致菲律宾船只结构性损坏。 菲律宾还谴责中共的两艘海警船,向菲律宾补给船发射水炮,将补给船的挡风玻璃击碎,造成四名船员受伤。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玛丽凯卡尔森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在南海的危险行动危及了生命,造成了人员伤亡,并损坏了专属经济区内的船只。 此前一天,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在莱迪研究所论坛上发表讲话,谴责中共此前违反国际法则的挑衅行为。 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思,不幸的是,尽管国际法规定得很明确,但中共挑衅性的,单方面的和非法的行动,仍在继续侵犯我们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 中国发展必将长风破浪,后会有期,随即改为未来可期。 中国发展必将长风破浪,后会有期,后未来可期。 3月5日上午9时,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随后,李强开始做政府工作报告。 网传台湾媒体TVBS新闻网发布的视频显示, 李强在报告中称,实践充分表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国人民有勇气、有智慧、有能力战胜任何艰难险阻, 中国发展必将长风破浪,后会有期。 随即,李强意识到口误改为未来可期。 中共官媒在直播时,已删除口误部分。 例如,央视CCTV13直播时,上述内容7分钟左右出现, 口误部分本应在7分20秒处删减后变成长风破浪,未来可期。 不过,后会有期已成为社交平台X上的热议话题。 海外知名自媒体人文昭转发该段视频,并发帖说, 中国发展后会有期,果然一不小心说了大实话。 中共全国人大会议3月5日正式登场, 中共总理李强的动态备受关注, 因为中共在前一天突然宣布取消这次两会后的总理记者会。 当天上午,他照本宣科地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 这也是他在任内的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从现场播放的视频画面可见, 李强进入会场时,跟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后面, 李强脸上保持微笑, 而且与习之间始终保持约一米的距离, 进场落座后,还和习偶尔有简单的互动。 他与习说话时,身体倾斜, 侧离座位,俯身,注视着习说话。 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16次提及习近平, 29次强调安全, 还首次提到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 李强当天虽然在习近平面前保持微笑, 但依然引发外界猜测。 有网民说,李强的微笑是尴尬而不识礼貌的微笑的最佳演绎。 也有人认为, 李强不断弱化自己的地位是为了保住身家性命, 不至于重蹈自己的前任李克强的悲剧。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在去年3月两会上裸退, 但7个月后的10月27日在上海离奇猝死。 他任职总理期间多次脱稿讲话令中共高层难堪。 脸书母公司META旗下的多个社交平台, 5日上午10点左右无预警发生故障。 META股价应声下跌, 受影响的META用户的账号全都被登出, 输入正确密码也无法登入。 故障持续3小时, 到美东下午1点左右陆续恢复正常。 故障原因不明。 当机事件发生后, META股价应声下跌。 META上次收盘价为498.19美元, 5日以495美元开出后, 盘中最高来到495.58, 但在旗下FB, IG, Friends, Messenger纷纷传出服务中断的灾难之后, 股价暴跌, 最低刹到488.10, 下跌超过2%. META并不孤单, 当机侦测网站Dound Detector显示, 影音平台YouTube在10点左右, 也陆续收到无法观看的回报。 原因不明。 近日, 广东再次遭遇回南天天气, 到处云雾笼罩, 水珠连连, 整个广东就像一个巨大的水连洞, 适度高达75%至100%。 3月5日, 广东现在是一个巨大的水连洞的话题, 登上百度热搜。 许多广东民众留言说, 回南天见多了, 今天太严重了, 空气都挤出水来了。 实际情况比这还惨, 楼梯上跟用泼了水一样。 房间的瓷砖全是水, 地板永远不干, 关门关窗都不行。 做作业的时候, 屋内在下雨。 家中仿佛置身水连洞, 湿度高达75%至100%的天气, 给深圳市民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即使家中门窗紧闭, 一觉醒来也会发现家里处处滴水。 为了对抗这种室内威尼斯现象, 市民采取一系列防潮措施, 包括空调除湿, 报纸吸湿, 挂干燥包等。 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 广东2月4日出现回南天, 入木之处云雾笼罩, 水珠连连。 5日,广州气温继续回升, 回南天持续。 3月5日, 山东青岛北海宾馆前, 许多居民前来维权, 因为该宾馆违规圈地修建停车场, 堵住了附近居民前往医院和学校的必经之路。 现场一佩戴着党会的领导, 嚣张地指着前来维权的市民威胁说, 我跟你说, 这按照十年前把你埋了, 你都不知道。 居民反映, 违规建的停车场只有12个车位, 但却切断了一条主要的居民通行道路, 只留下一条不到一米宽的人行道。 知情网友, 这个宾馆不知有什么后台, 居民从2019年就投诉这一问题, 但至今仍未解决。 2024年3月3日十六时许, 河南新密发生了一起直升机坠落事故, 从现场的一段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 当时这架直升机直接飞到了一处小树林后坠落。 陆媒称, 事发时飞机上总共有两人, 其中一人是一名12岁的小女孩, 事故发生后, 有村民将小女孩从驾驶室救了出来, 而驾驶员则趴在离直升机两三米远的地方。 据其中一名知情人表示, 该直升机是从高空迫降到树枝上后落地的, 伤亡情况不明。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粒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粒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 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6年高粒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粒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粒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真九铺制作后的黑参造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粒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是白参的16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